好各位国内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现在应该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这里边是早上七点 我叫David谢大飞 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些 外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一些 好今天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好先把直播的声音过了 好继续开始 今天我们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是谁 第二个问题是我在哪 第三个问题是我要干什么 学系的森大难题 因为我本身是学哲学的 所以这个肯定要解决一些 哲学上的一些问题 首先来看这个我是谁 我叫David 现在其实更喜欢用这个名字了 因为在这边 跟直接外国朋友们 他们交通的时候 用这个名字会训成了这个简单 然后我以前在西安 搞过这个西安的这个Python社区 那是在09年 但是我把这个曾经的三个字去掉了 因为我现在还健在 所以不是曾经的 然后除了这个西安的Python社区之后 我们那个我还搞过那个西安GDG社区 然后我们当年的成立大会是在12年的8月4号 这个日期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除了搞这个Python社区和GDG社区之外 我还是一个篮球爱好者 不过我真的就是爱好打篮球打得非常烂 就是NBA比赛呢 经常看 然后这个 有一年去美国参加Google I.O.的时候 他去实地看了一场比赛 然后比赛非常精彩 当年是勇士队对那个火箭队 我相信今天很有种火箭的球迷 比较伤心 也是对那天仰美上比赛 当年也夺了冠军 然后除了篮球以外 我还比较喜欢这个游戏 不过也真的只是爱好 这个打得也比较烂 吃鸡全部都是这个队友 我一般在里边就是不得配聊 除了篮球和游戏 我还比较喜欢美食 这个是真爱 我这周末的时候 做饭 我说大家做饭 然后任何我想吃的东西 或者我觉得好吃的东西 我都会去做 然后我在YouTube上经常看 各种美食的视频 然后他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然后我周末就会想要复刻一下 同时我也是一个geek 喜欢各种电子设备 然后买来吃灰 然后我又是一个重度的拖延症 现在很多人都是拖延症 就是叫什么 deadline是最大的生产力 是不是 所以这个坏东西都是昨晚才洗好的哈 然后另外我是这个鼻炎患者 鼻子经常真的不舒服 所以我说我总是会吸鼻子哈 如果你你听到吸鼻子这个声音 这个这个请不要介意哈 因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事 是真的是控制不住 除了除了这些之外 你听说我在哪哈 今天就是分享这个国外的这个生活嘛 所以我肯定要地处国外嘛 对吧 我现在在这地方在叫爱尔兰哈 是欧洲最西边的一个 它非常小的一个国家 啊 一个小岛四面环海 周边就是英国 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法国 这个国家在在在在中国人的印象中 其实非常的没有这种族在感 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国家不是很了解 因为它毕竟比较小 然后也比较远 然后在欧洲的尽头呢 你到那个你看欧洲的那个地图的话 最西边就是爱尔兰了 但是呢 因为它比 那说的因为它比较小嘛 它其他地方可能做的相对比 呃 其他的国家稍微好一点吧 如果你查看这个什么护照排名啊 如果你查看什么这种国家友好 友好度啊 或者你查看这种国家幸福度啊 或者你查看这种什么 呃 哪个国家对对儿童最友好啊 什么的 基本上都在前世的名单里找到哈 然后我昨天还查了一下 这个爱尔兰的人均GDP啊 居然排在世界第四啊 大概在 呃77千 也就是7万7千美金左右 呃 以他们计算方式不同 所以各个这个网站的数据可能有一些差异哈 大概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其实实际上呃 感觉这里的人收入可能平均来说并没有这么多 但是GDP嘛 它的算法永远都是国内的生产总值 然后除以人数嘛 然后因为这边有很多大公司 他们的这个这个收入非常高 所以把整个的这个GDP拉高了 实际上的这个人均的这个 工资的话并没有达到这个输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这边被称这个欧洲的硅谷哈 各大爱地公司的欧洲总部都会放在这儿 然后呢 如果他们的欧洲总部不在这儿的话 那么他们这边是规模最大的这个研发中心 我知道那个 呃 亚马逊他们在欧洲的总部其实是在卢森堡哈 他们并没有在这个 但是他们在阿尔拉有很大的一个研发中心 他们就在我们公司旁边 他们有两个楼 一个楼 大概都1000多个人 但是他在这儿 这个员工就有2000多人了哈 除了亚马逊还有很多其他公司 像谷歌 Facebook什么 在这儿基本上都是千人以上的规模 然后人家说好 那为什么这些公司都是在阿尔拉哈 因为 呃 在欧洲 现在只有两个英语国家 一个就是阿尔拉 一个就是英国哈 这个对于大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那么为什么来阿尔兰不去英国哈 因为阿尔兰他的企业税非常低 他企业税大概赢得在百分之十二十三 我们知道美国前几年 川普降了这个企业税从百分之三十几 降到二十几 我看到降到百分之二十几之后 他的税率比阿尔兰其实还是高很多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阿尔兰这个地处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对比过阿尔兰这个纬度和中国的这个纬度 他的纬度非常高 然后再对比到中国的话 基本上是到这个最北边 应该是叫黑河哈 然后 虽然你看他纬度这么高 但是其实他冬天都没有这么冷 他基本上冬天的温度大概就是在 零上几度徘徊哈 很少有零下的时候 然后 每年也不会有这么多血哈 所以整个阿尔兰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今天要干什么哈 今天就聊一聊我在阿尔兰待了四年吧 就聊聊在这的一些这个 生活的一些体验吧 意识助行跟大家简单聊小 另外还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种语言的重要性 因为在这待了四年 对这个有特别深的一个感悟 然后就聊一聊这个工作吧 因为很多人对工作可能会比较关心 比如说这个跟老外工作 跟这个中国人工作到底有什么区别什么的 然后最后可能会讲一讲这个 平常的生活是什么呀 比如说周末干什么 假期干什么 或者是这个个人的一些这个体验 因为比较他的思考脑 然后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吧 我们今天可能会设一个Q&A环节 我不知道最后时间还剩多少 我说话比较快 然后今天刻意说的 尽量说的慢一下吧 进卧所呢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意识助行这些方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衣不光是这个什么买衣服 连这个什么消费啊购物啊什么 其实都可以算在这里的 这边他们一般大家都穿的 比如说一些国内所有的一些名牌 比如说什么奶咖地什么 很少见到一些小牌子的东西 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 然后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老外特别喜欢买鞋 所以这边鞋店特别多 然后老外买了一双信息之后 都会去问同事 哎你看我的鞋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 然后大家都说啊真好看这个很长 然后大家都会去买 如果你去一些这些正品店去买这些正品 不管是鞋还是衣服 其实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他们竞争性都会打折 所以说大家都是趁你打折的时候去买的 然后如果你觉得说哦 这些我还是觉得比较贵没关系 我们还有这个奥特莱斯 比较奥特莱斯 打折村价格都会比较便宜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不会有这个当季的东西 去的时候都是一些在这个正品店已经下架的那场景 但是无所谓衣服这个东西 大家并不一定要追求那么时尚 这边有些年轻人他们这个穿着还是比较时尚 打算比较时尚 然后他们会很注意自己的这个形象 不管是这个这个男的还是女的都是特别注意自己的这个形象 尤其是这个女的一般的比较注重形象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男的注重形象 比如说在国内我还很少见男生喷香水 在这边男生喷香水 最常的普遍而且入问 不喷的话大家会觉得你比较注重自己这种个人的形象 除了这个这个衣服啊鞋啊什么的 在其他方面这些购物的包括吃啊什么的这些 消费来说整体在我都算高的 因为这边的税率非常高 这边的税率是23% 也就是说你买100块钱的东西 其实里边23块钱一份是做的消费税了 然后这边标的价格都是已经含税的 再讲讲这个食啊 这边吃的种类其实很多啊 中市西市日市 然后亚历亚洲 亚洲主要至于这个什么东南亚 菲律宾泰国 还有这个印度这些饭为主 快餐非常多啊 因为这边大家中午什么一般都是去吃快餐 但是说并不是说所有店都是快餐店 然后吃的东西 只要以肉 土豆 胡萝卜为主 如果你去一些西市的或者是阿尔兰当地的一些饭店的话 基本都会以这些菜色为主 然后吃肉的话 他们就吃这个牛肉和鸡肉 会这个多一些 因为他们最喜欢吃牛肉 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了解 然后羊肉和鱼肉其次 然后这个鱼肉特别有意思 中国这边卖鱼他们讲的新鲜嘛 说这个鱼一定要是活的 然后现杀现宅 然后在这边的话他们的鱼都是冷冻的 冻在这个冰柜里 然后要冻大概 印象中欧盟的标准是在零下多少度几冻 超过24小时 这样的话 最好的这个杀菌啊什么的 然后你去买的时候 全部都是把鱼肉放在那个冰上 然后他们很少卖整鱼 只有有限的几种鱼是卖整鱼 所以剩下的都是卖那个去了骨的 只是剩那块那个就是鱼肉 所以你很少人买到鱼头啊 最刺最刺的时候 我们是吃这个这个猪肉的 他们吃猪肉大多数吃的都是 像香肠啊火腿啊这些比较精华的部分 或者最刺是像排骨这样的 然后整体的价格来说呢 肉比菜就要便宜的很多 因为这边它没有那么温暖 阳光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它自己很少种菜 大部分都是去去别的国家进口的一些菜 因为它是欧盟嘛 所以它这些进口的东西 其实并没有花太多钱 但是至少从那边进来 价格就要比自己这边种 就要贵很多哈 所以整整体来说你要去超市买过 所以还原来的价格这个肉能买很多 菜只能买一点点哈 然后再说这个牛奶哈 牛奶的这边真的非常便宜 因为这边它以前是那个巡盟业国家 所以牛奶真的又新鲜又好又便宜 大概三升的牛奶的话只卖在2欧元 2欧元大概多少钱 现在不到8块 216不到1615块钱吧 15块钱买三升牛奶一升 只卖5块人民币 真的是比汽油到便宜很多哈 这边水很贵哈 就是说 你如果去超市买一大件水 比如说一箱24瓶的水 真的是非常便宜哈 但是如果如果你说 我去去变的店我想买一瓶水 那一瓶水可能也就是个500毫升 待会也要收你2块钱了 然后说出去吃饭 你说哈我中市吃你了 我想吃一吃别的这个这个这个西餐啊 比如说你去真的去吃牛奶了 牛奶其实好吃牛奶都比较贵哈 我们公司门口有一家大概 1.600便宜的是20多 贵的大概是30多 然后你可能还会再点一些其他的 就是size一些配菜什么的 然后你可能还要再点一些酒啊什么的 基本上人群都在40欧以上 另外你还要付小费 呃这边没有强制的这个小费制度 也就是说他不像美国说你吃了饭 必须要付小费 但是他们这边也有这种小费的这种习惯 大家都会说 哎这个我这家付很好 那不就要多留几块钱 那小费的价格大概是10% 比如说你花40块钱 大概你就要六四到五块钱做的小费 当然你可以不给哈 不给人家不会说你什么的人 就是一般我出去的话 都会给上五百元之十小费 如果去吃中餐的话 价格就会稍微便宜一些 然后一个菜大概就在15块上下 然后奢侈一百元 大概可能是在20块 这边又大概是个家中餐馆吧 呃中餐做的肯定没有在中国做的这个地道 但是还是可以吃 如果想省事的话 去吃去外面吃这个中餐哈 我们这有一个中餐一条街哈 叫叫Paniel Street 然后有点类似那个 叫什么 唐人街那个意思啊 但实际上 并没有像其他国家的唐人街做的那么大 因为这里只有很很短的一条街 有那么十家左右的这个中餐馆 然后最后讲住啊 那这边的房子就分为两大类嘛 公寓和别墅嘛 室中心大概都是公寓 因为室中心它地非常的有限 然后很少能盖出那么多别墅 所以都有公寓 然后郊区的话 因为它地点比较大 所以大部分别墅 这边的租房价格其实非常高 尤其对于荣光比的年轻人来说 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贵 粮食的公寓一般都在1800欧左右 然后你要是在市中心 应该在租 在租那个别墅的话 价格就会更贵 所以1800欧这个价格的话 如果你在市中心住的话 那么你只能住到一个公寓 如果你往偏远的一个地方住的话 你可能不会住到这个别墅 然后很多时候现在跟别人贺租嘛 因为刚开始毕业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钱吧 贺租的话 大概价格大概就是在七八百吧 七八百 然后还不包括各种这个什么电费水费 燃气费什么的 实际上这边是不说水费的 这边的水是免费的 只要你没有大规模的这个浪费水 和水是不花钱的 不管你有多少都是免费的 这电费和气费大概一里 一百块钱吧 所以你如果跟别人合租六七百块钱的这个房子的话 你还要再加上一百块钱的这个 电费和气费 然后可能要再贪一些这个宽费 宽费可能一个月是个五十多 所以如果你跟人合租两个人 可能一人一人贪 二三十啊 会有一些小的一些收费 然后 这边不管你住在这个公寓 还是住在别墅啊 你周边基本上会有公寓 还有地方非常好 然后欧洲嘛 它整体街道比较窄 然后房子也都会相对相比于 美国加拿大或者是澳洲来说 都会偏小一些啊 这边的房子的面积 基本上两十啊 大概是三个 这个六七十 六七十平米啊 但是它这边的这个平米是 不包括这个什么公寓的 所以说的六七十就是真的是 你的使用面积啊 所以相对来说还可以 然后 然后 房子那边呢 里边的设施 其实都是 这个 因人而异 然后每个房子设施都不一样 有好的有坏的 一些 专业租房的这些房子哈 它们的内部设施 就会看得比较沉旧一些 因为 每个人都想多挣钱 不可能经常向他撞旧 还有另外是租客 对房子也不会那么爱惜 所以 这个 房子看就会 就会偏旧一些 自己住的房子 可以自己重新装修啊 这个 看的就会更新一些 更好一些啊 然后这边是没有集中公寓的 所以才能都是自卑 也有好有不好 好处就是可能家都会 相对昂贵一些哈 但是 优点就是 你热和时候想看 你就可以看 比如说 呃 在十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 有点开始凉了哈 你说我睡了 就想把冷气给它开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哈 然后你说 三月份是不是应该停止 更暖了 但是你觉得三月份 还有点冷是吧 那你继续开是没有关系 因为 这个什么 这个暖气的这个 过路就在你自己家里边 什么时候想烧 都可以烧 右边放的一个照片 其实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右边那个红门是 是我家 我这个照片是很早以前拍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车 也都不是我的 这个房子的地址 就不给大家说了哈 然后再讲一讲行吧 呃 出行肯定是要做这个公共交通的哈 因为 呃 市中心它这个 地址都比较值钱嘛 停车非常贵 像我公司旁边的 停车的话大概一小时是在 嗯 嗯 嗯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大概是在2块8 2块9 1小时 现在应该是涨到3块5 6了吧 而且最多只能停3个小时 也就是说你每3个小时要出去付一次钱 然后 然后 一天 停8个小时 3块5算的话 324 5 840 28块钱了 其实是非常非常贵的哈 所以有一半 一半 这个去公司上班的话 都是做这个 公交车 或者做那个 火车 或者是做LOS 这种电车 如果你做这种电车的话 可以做电车 然后 远一点的这个的话 一般都是 这个可以选择自驾 可以选择火车和大巴 比如说这里边有几个城市 你要去其他几个城市 大概有 200公里或300公里远的时候 一般都会 选择坐这个火车和大巴 其实也是比较舒服的 再远的话就是飞机嘛 因为它是一个小岛 非常小 所以你要去其他国家玩的话 肯定是要坐飞机哈 啊 当然你也可以坐船哈 但船一般会比较慢 所以它 首选就是飞机 这边去 其他国家 尤其是周边一些国家 其实机票非常便宜 比如说去英国的话 大概 平均价格是在个 30块上下 去英国 因为它跟英国 它跟伦敦的航班 一天 少说了得有 30个航班吧 没准口是更多 所以它价格其实不贵 所以你要是能买上这个特别便宜的这个机票的时候 可能5块钱 10块钱 你就可以往返 再一次这个 说说自驾哈 因为很多人来的时候都会买车嘛 自驾的话 你肯定就需要有这个驾照了 因为它这边也是 左行嘛 所以跟中国那种不一样 所以跟中国那种不一样 你驾照需要重新好 你如果是中国驾照的话 你只能在这租车 并不能买车 因为买车要上保险 保险是不能用 不能用中国驾照上保险的 这边是优价作型的 这跟英国是一样 因为 他们整个英国包括英国的英联邦国家 因为以前跟中国 跟英国的关系 所以他们也都是优价作型 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有很多不一样 什么都是反的 但实际上当你习惯之后 你会发现 还是非常容易这个操作的 驾驶难度也比较低 司机都比较友善 大家如果在国内经常开车的时候 会发现 这个 你在路上如果有便道的时候 后面的车 其实是不太愿意让你的 尤其是你打了便道灯之后 他们可能会开的更快 不让你过去 这边的话 如果你打了这个便道灯的话 一般都会把速度减下来 说那你那你进来吧 对吧 这边有一点 需要说明就是这边的路 一般都比较窄 比如说很多地方都是那种 双向单车道 就是各个方向都有一个车道 所以很多时候 你也没有那么多便道的机会 然后因为大家都比较友善吧 然后速度开的都不是很快 所以这边的事故率非常非常低 我一次去北京 我自己都已经去玩 这行 就从我当时坐火车去 坐了高铁 我从高铁下来之后 然后去另外一地方 坐打车过去的 大概在车上坐了三四十分钟 就这三四十分钟 我在路上就已经看到 至少三期还是四期事故 但是我在这儿 开车大概有个三年的样子吧 我自己七年见的事故 就两次 三年两次 非常低 当然真实的事故率比较高 可是我不可能每天都在路上去观看事故 所以就我肉眼所见的事故 三年我就见得了两期 这边的保险费也非常的贵 由于你第一年再买保险的话 你没有任何驾驶经验 没有任何驾驶记录 比如说在这个国家 没有任何驾驶记录 它是不承认你在中国的驾驶记录的 所以你的保险非常贵 就大概在2251年 当你有了这个驾驶记录 它们叫这个no claim bonus 就是你没有申请过任何这个 叫什么 没有申请过任何责任 没有申请过任何赔偿的时候 然后你只要积满 积满一年之后 第二年的保费就会降到非常多 第二年基本上就会降一半 都会到不到以前的样子 然后每年在逐年递减 你积累的这个no claim bonus越多 然后你的保费就会有低 我现在大概一年是在700欧左右 然后再讲讲那个高速费 这边的高速公路 其实还是挺方便的 去各个城市都有高速公路 两块的收费是按次收费 就是上去之后 只要一次就是比如说 基本上大陆说的收费 都是在2块钱以下 我记得有的是1块9的 所有的是1块7的哈 不是很容易收费 就是你先开上高速都是 你也不知道收费站在哪 当然如果你经常去 可能知道 像我一般很少出去 所以我都不知道收费站 那我就一路开 看到一个收费站的时候 我就过去过去 交两块钱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继续开 你在往哪跑 都是这个价钱 所以相对国内的话 这个高速费非常的便宜 所以很多人出去之后 也都会选择自家 自家也比较方便哈 他说说油费啊 油费其实里边非常的贵 像美国他们 油费都非常便宜哈 这边就很贵 这边大概是 1块4毛鸡一升 算下来大概是 10块钱人民币 因为这11块钱人民币一升 其实还是很贵的哈 但是美大法欧洲 他们这边对 对排放 对环境 对污染 这个要求都会非常高 所以他就会在这个汽车上 包括汽车上加很多这个水啊 这个费能变高 这样会减少这个 然后保护环境嘛 所以有人就说这个什么 这个虽然科技发展是靠美国哈 但是环保啊 地球的保护啊什么的 还是得靠欧洲哈 最后要说说这种九文化吧 九文化在这边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那个最出名的这个提酒就是这个 基尼斯提酒哈 我不知道国内他们怎么翻译 叫建事历还建历史 我也记不住啊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基尼斯 其实就是那个基尼斯记录的那个 那个发明者哈 就是你们看到那个什么 国内经常有人喜欢申请基尼斯记录 比如说搞1000个人一起跳舞哈 什么的这种申请的基尼斯记录 其实就是这个基尼斯酒厂哈 呃 除了出了出了出了 出了基尼斯哈 还有每个城市基本都自己的一种精量的 一种啤酒 比如说高威也有啊 其他什么地方都有 对吧其实也都还不错 然后除了啤酒 就是 出名的还有这个威士忌 威士忌比如说有这个詹姆森 不是呢 这个这个詹姆森放在这个右边了哈 不是比较出名的这个 呃 呃 威士忌 但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的话 他们都说这个不是那种 比这个詹姆森要好喝的很多哈 我个人的话一般是喝这个 这个不是牛斯多一些哈 然后另外一个对酒的话的印象就是 打别想象都是酒吧哈 这个不管是男人 下班之后都会去喜欢说喝上两杯 尤其是这边让我感觉很惊慨的是 这个女人也特别喜欢喝 那肯定一般 现在可能好一些 以前可能就说 啊 这个真经理人不能喝酒 但是这边的话 不管哪个女的他们都会去喝酒 然后更夸张的是喝嗨的时候 哇塞 女人比男人都会 热情 然后也都会说 请你喝两杯啊什么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公司 同事之间去聚会 然后我们有一个女经理 然后很多 我们一招人坐那儿 她的酒喝了 她就说 哎 我去买酒你们喝啥 我们说我们还没喝完 一会自己去 然后 这个经理就不行 哎不行 必须喝 你要喝啥 然后我说我们一会去买 她说不行不行 这轮算我的 这个这个什么 没喝完我先给你买上 先先先放着你喝啥 特别的热情就是啊 这个喝酒 出来喝酒就一定要喝好啊 我自己在这边的话 就是尝试了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酒 因为在国内的话 就喝啤酒喝的多些羊酒 就喝的少一些 这边的话我就会喝一些 比如说喝一些拉根啊 或者喝一些 这 Guinness的黑皮啊 喝一些 Guinness啊什么的 然后除了这个 我可能还比较喜欢喝一些 金和威士忌 甚至我右下角放那个 国内的叫 杜松子酒啊 其实就跟那种白酒比较接近 但是度数会低一些 接受程度会比那个好些 但是GIN一般的喝法是 对那个 chonic water啊 就是苏打水 所以你比如说 你自己调的话 你要放上 25毫升或者50毫升的GIN 大概放上100多毫升的这个 苏打水 所以整体的口感来说 就没有那么辛辣 然后比较好接受 人员再放上一片柠檬的话 整体的口感非常好 喝酒的价格的话 大概和国内吃平吧 比如说你喝啤酒一个盘 大概是6欧上下 有5块多了 有6块多的 想想 现在不到8块 6吧 40吧 大概就50块 上下吧 然后我印象中 在我出来之前 我在西安 然后我去酒吧的话 喝上一杯啤酒的话 大概也是50块钱 所以价格差不多是吃平的 好 说了这些意识助行 说一些有些人比较关注的这个语言问题 也是我个人比较想讲的一个话题吧 在我看来这个 尤其是英语的话 也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在这个国家讲英语 所以英语非常非常重要 从小学开始 或者是从初中开始 开始学语言语 我们做过很多题 参加过很多的考试 给过很多单词 但是当我们出来之后 发现 我们很有可能是 说不出来 用不出来 这些东西的 因为 在我看来 实践比理论 有用的多得多 在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 金书是做的最好的 金书的理论 可能并不是最好的 但是实践是最好的 我们一起去美国参加 那个爱国大会的时候 很多时候金书自己 也可以搞定很多 和外国人的交流 甚至有次在机场 海关那里 他的那个 出境时间 原来给他算错了 然后呢 比他的那个 买的机票那个还要短 所以他可能就会抄了嘛 所以他就过去 甚至能跟那个 入境那个检察官 把这个事情说明白 然后把那个时间 又往后延了 延到他那个机票的 这个事件之后 所以我觉得这个 时间真的很重要 不管你学过多少英语 做过多少题 曾经过多少考试 一定要能够实践 然后一定要能够活学活用 因为各个国家的人 所以他们都说英语 但实际上他们用的英语 其实并不一样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在网上看的话 你搜这个英语和美语 你会发现 英语和美语的差异 他们不讲的非常非常多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英语 但实际上 都与多年的不在一起 他们的这个各自的发展 他们已经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差异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最开始学的是这个英识英语 但是时间慢慢变长了之后 接触的这个美语的这个东西 会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美国的话比较流行 不管你看的美剧也好 看的什么也好 包括你看的技术文章 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写的 所以里边的这个美语会非常多 但是我来了这边之后 这边主要是讲英识英语 就是在很多用词啊 很多句式上 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在英语上最让人郁闷一件事情 就是你需要表达的时候 你说不出来 非常尴尬非常郁闷啊 比如说你想跟同事描述一个东西 然后你发现这个词我不知道 或者是我不会表达 然后就会觉得觉得非常郁闷啊 还有一些时候 比如说你在开会的时候 需要你来表述的时候 你不能把一件事情说得很清楚 说得很明白 不能让所有人都理解你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是 非常的这个郁闷的啊 然后我也会比较注重这个 发音的问题哈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和我老婆持这个不同的这个观点 他就会认为说 这个发音不重要 有时候说错了不重要 要注重这个交流 不注重细节 我个人的看法是呢 比如说你只是来这里旅游 那么当然可以 可以不注重这些细节 对吧 你可以只关注这个交流 因为你只来一次 然后之后就回去了 但是如果要长期在这里生活的话 我觉得细节还是很重要 因为就好比你在中国来了一个老板 他虽然可以说中文 但是他的中文每次一说都会有错误 时间长了你可能也不太愿意 和他交流了 对不对 所以在我看来的话 虽然 虽然我们应该更注重交流 但是在长期的过程中 我们要这个自我纠正 自我改进把细节处理得更好一些 这样 然后大家更容易跟我们交流 然后另外就是 说话一定要大 说错了没关系 然后 不管是别人就这么 自己就任意 也可以 这个更好的这个提高自己吧 然后最后想说说一点就是 电话英语 我跟很多在这儿 待了时间很长的 这个 很多人都聊过 这个电话英语真的是 最难的 因为在电话英语里边 基本上很难听到 这个 他们在说什么很难有这种交流啊 然后 你听不到 不是你看不到他们的表情 然后你很难 据说把一件事情描述 而且你可能会比较紧张 所以整体来说 电话英语真的非常非常的难 但是当你待着待时间长 然后经过各种 更多的尝试各种的改进 然后其实电话英语也会变得 非常非常简单 不过在一开始 是非常难的 这个还包括什么 比如说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要开一些远程的会议啊 或者什么 其实跟说电话英语 在很多时候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如果你想出国来工作的话 可能要做一些这个面试 面试里边可能 可能第一项就是这种电话面试 他们会在里面去问一下 一些问题啊什么的 这个 还是比较紧张的哈 然后右边我放上了一个 就是OAS English的一个 一个网站哈 就是我一开始就是过来的时候 觉得很不适应嘛 然后听了很多他们的这个节目 OAS English 他们这个标语就是 Believe in connection not perfection 意思就是 我们更相信 交流而不是 完美 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说的不完美 但是 和别人的这个交流和沟通是最重要的 大家可以去 如果感兴趣的话 想更好地提高英语的话 可以去 听一听 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 他们讲的会 会比较慢一些 如果你熟悉了他们的语速 然后当你真的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他们的语速 其实是挺慢的哈 接下来我们讲讲工作哈 他最关心的一点 尤其是秋剑最关心的一点 是有没有996哈 这边工作基本上没有996 我很少听到有996的工作 当然如果你做服务业的话 那么你肯定周末也是要上班 但是他们并不是996哈 那么并没有说 一天要干12个小时 基本上都是8小时之 尤其是你在这种服务业的话 他们甚至不会让你干 每天8小时 他们每周只会让你干36个小时 或37个小时 因为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税率才会比较低 不然的话 你会交很多工资税 然后另外就是加班问题 这边基本上不会加班 但是我们公司 或者是很多这种 美国公司在这的分公司 最后就会比较郁闻一些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要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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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team 比较分散 有在这个什么美国的 有在其他国家的 你可能下班之后 或者或者下班时间之后 可能还要跟美国公司开会 很多同事在美国呢 就要就着大家所有的这个这个人的这个时区 有的有的时候 比如说跟印度跟美国要同时开会 这个时间就会比较尴尬了 因为三个地处的这个时区 差异会比较大 我个人最不喜欢和西海岸的开会 因为美国西海岸他们 跟我们的时差比较大 是8小时了 8小时 我们就是他们早上该上线的时候 我们该下班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一起工作的时间 芝加哥就会相对好 因为芝加哥的这个时差 大概是在这个6个小时 伦敦是最好的 伦敦是零时差 因为我们跟伦敦在同一个市区 把它说说跟同事的相处 同事的相处其实比较好相处 因为这个工作关系 只要把这个工作处理好 其实都比较好相处 人机关系相对比较简单 这边可能IT公司都是一样吧 就比如说谁谁谁职位比你高 我们并不会对他表现出特别大的这种 不能说是对人家不尊重 但是说并不像过那种对人家那么尊敬 非得要成人家为经理什么的 没有 都是直接喊名字的 包括我们这的总监什么的 包括VP 我们都直接喊名字的 然后讲讲开玩笑 尤其阿尔兰人 他们其实是比较幽默的喜欢开玩笑 但是有时候我发现 我跟他们开玩笑会比较难 因为我觉得这是文化和语言的遗产 首先你语言上没有那么好 他们很多说的当着一些理语什么的 你可能并不理解 另外就是文化 这个文化就包括 比如说他们接触过的这个电影电视书 什么的你可能并没有这个共同的感受 然后说很多这个 在他们成长中接触过的很普遍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没有经历过 比如据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都看过西游记吧 对我们都可以看开开一开西游记的玩笑 但是他们对西游记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了解 所以他们看过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阿尔兰剧 叫father type 我们都没有看过 所以他们如果开里边的一些玩笑 其实我们也听不懂 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共同话题会少很多 然后说至于是不是能跟这个同事作为这个朋友 其实我认为他们应该是很希望跟你做朋友 但是比如说非常愿意和你做朋友 或者非常特别想和你做朋友 但是他们不会去反感和你做朋友这件事情 但是一般大家都会说只是在工作内 或者只是在周内我们去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 在周末的时候他们更多的选择就是陪家人 尤其是一些有孩子 他们周末都说和这个家人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出去 我们公司经常组织一些这个喝酒的一些活动 这些活动基本上只是在周一到周四 很少定在周五一般 因为周五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这个 早上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 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桌面 我在公司弄了两个显示器 放上非常酷的这个Joker的这个 非常的酷 然后很多同事来了 我就说哇塞你这么酷 然后难道去试试 然后左边是我们参加那个什么足球比赛 这边有人组织那个足球比赛吗 我们公司一起去跟他踢球 然后最后拿了这个冠军 我每个周四都会跟同事们去那个球场 去踢上一个小时的球 但是我踢得很烂啊 所以这次比赛我就没有去 然后他们就成功的拿了冠军 然后右边这个是我去年那个 一季度拿了我们这个整个部门的这个 一个奖项 然后这是我们那个什么周四晚上 在公司喝酒的那个照片 因为这边周四或者周五晚上 有时候会留在公司说我们愿意喝 喝几杯 然后这个喝完就可以回家嘛 也不用去酒吧搞的那么正式 然后这边的冰箱里边基本上 专门有一个柜子是放这个啤酒的 剩下两个柜子 就会放一些可乐啊 雪碧啊其他的一些饮料 专门有一个放啤酒里边各种啤酒 然后这是我们前年的那个 圣诞的那个那个 party 公司人也比较多哈 大家都在那嗨着 然后这是在在前面那个 他们有一个地方 然后放了音乐 大家可以去那跳舞哈 这张照片我非常喜欢 这是我们公司旁边的一条云河 公司旁边的一条云河之后 然后天气好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选择拿着午餐 到云河这周边来吃哈 晒晒太阳非常的美哈 非常的舒服 然后再说一说这个秋剑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工作能力哈 都是人嘛 所以工作能力就有高有低 不是说每一个外国程序的水平都比咱们高 我我见过和咱们水平差不多的 而且大部分的水平都和咱们差不多 但是我会见过一些比较差的哈 我就不说过几了 这个会产生歧视 那我确实见过一些比较差的 做东西喜欢考虑配色 然后特别能说 然后就很少能做东西哈 当然我也见过很多这个 能力很强的哈 专业知识水平都很丰富的 他们可能首先是这个专业毕业的 其次他们可能对这个研究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我确实有几个同事 我制作给他写的是白人 因为我想强调一下是这种白老外 他们比较浓专业 但是后来我讲不能搞这个 国家歧视 把这白人化掉 所以他们专业能力很强 而且这个就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solid应该怎么怎么说啊 实在不知道 然后这个表现就是 你问他那个问题之后 他都会非常认真的研究 然后去给你答复 我甚至认识一个 在美国的一个苏格兰人哈 他平常工作比较忙 要说你问他问题 他会说我现在比较忙 我没有时间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你能把这问题描述出来 我有时间就帮你看 如果这个问题是 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的这个人 是印度人 然后很有可能就没有下班了 但是他的话 他都会在转天 你上班的时候 会把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 都已经详细的都告诉你 然后你看到之后 那是怎么回事 所以有些人还是能力比较强 而且这个责任性也比较强的哈 我最后说说整个这个国家 包括整个这个城市的这个整体 工作范围哈 首先要说这边的IT公司非常多哈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在我公司旁边就很多这个IT公司 比如说我公司旁边有 最近的是有这个亚马逊 然后再往那边走的话 有那个mongodb 然后再多走几步的话 你会看到什么谷歌 Facebook 然后对啊 我公司对面就是LinkedIn 这些公司非常多 然后再往远处走一些的话 还有微软很多量的公司 然后这些大的国际公司 所以在这都会有分公司哈 基本上规模都比较大 千人以上的规模 我不知道股内有很多 有没有公司他们使用那个 workday做那个人事系统 这边那个workday规模也很大 也是千人以上 如果在这带时间长 当然会想换工作 换工作这个面试难度 其实非常大 基本都是考算法 就是像谷歌Facebook 那种算法会非常难 我有同时面试过Facebook Facebook对算法考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几轮下来全部都是面试 全部都是算法 算法就算了 然后还让你求最优解 如果你达不出最优解的话 基本上你也就管了 所以说像面试这些公司的话 如果只是把算法做出来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必须能找出总有解来 除了这些公司的话 这些meetup就是像 比如像GTG这样的这个活动 在这边也是非常多的 也不光是只有GTG一个社区 这个社区非常非常多 前端后端 然后分语言 还有分这个什么 运维OPS Linux 非常多 如果你非常喜欢这类 meetup的活动的话 其实你可以参加的活动 非常非常多 然后这里边有个重点 就是基本上活动 基本上都是晚上 这周内的晚上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他们都会管饭 然后管酒 这个非常好 如果你是一个小单身青年 然后这个 不想回去做饭的话 可以去每天参加不同的meetup 然后 饭全部都给你管了 又能吃上饭 又能喝上酒 是吧 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反正就是披萨 也很不错 然后另外我想说的是 因为这本的机会 其实就属于美国人 他们在招聘的时候 不会砍着波及 不会砍着肤色 他只砍着经验和能力 但是有一点 比较不好 就是并不是每个公司 都会愿意给你资助签证 因为你工作是要签证的嘛 所以 呃 当你到了不需要签证的 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 换工作非常容易 当你 需要 有公司帮你资助签证的时候 会发现有些小公司 可能不愿意资助签证 因为一来比较麻烦 二来需要一些额外的费用 但是 重点 这边非常的不堪学历 所以 你不用再 你不用再 你不用再说我学历不够 或者我学历不好 或者我 不是明快大学毕业的 我能够找到工作 都没有关系 学历非常的这个不重要 学位也不重要 只要你有这个工作能力就可以 然后说到办签证 其实办签证很简单 你这样能找上工作 就是有公司 你给你提供offer 甚至 帮你资助签证 你就可以去办签证 不需要抽签 不需要排队 这个 基本上两到三个月 就可以把签证办下来 是非常的快的 如果有感兴趣的 可以尝试一下 再讲讲福利 福利其实也是这个秋剑比较关心的 这个公司基本上提供的就是这个医疗保险 加这个养老保险 但是医疗保险当然自己要出钱 我现在一个月交额30块到50块的样子 不等他每个月的这个费用不一样 cover了我们一家三口的这个医疗 你去看那个病的时候 看病肺炎的50%是可以报销的 不限次数 然后养老的话是跟国内一样 你跟公司各交一部分 比如说你可以各选择交5%了 最后让他与你工资的10% 就是在这个养老里 但是他的退休年龄其实定的非常高 68岁也可能要高很多 就是说你现在开始交那个养老 你要交到68岁 然后你才可以领这个养老保险 然后健身补助吧 因为这边老外非常注重健身 所以一般的公司都会健身补助 我们公司没有健身补助 但是我们公司的好处是我们所在的大厦 它底下就有一个健身房免费使用 如果任何时候你想去健身 你就去不想健身 而且老外非常奇怪 他们喜欢在上班的时候健身 比如说上班的时候突然间一小时 这个人不见了 其实他是去楼下健身了 然后健身完之后旁边有这个洗澡的地方 可以洗个澡 或者是衣服然后再回来继续上班 谈了这个公司这个福利 我们说这个国家的福利 对国家的福利其实还是相对刻意的 不能说最好吧 反正我觉得还算不错的 存在深海这方面 生意的这种费用都是减免的 包括这个产前的检查 比如说你去产检生育 这个什么住院 当然住院只让你住三天 这些费用只要你在公立医院 都是你去这个私立医院 当然是会有些费用 但是因为你都有这个医疗保险 所以都会看了一部分自己能付的钱的话 其实并不会太多 当然也看如果你选私立的话 也看你选的私立的规模 有便宜的有贵的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 他每个月是有这个生活补助的 一个月140欧的补助 140欧的补助 你买奶粉也好 然后给他买尿不食也好 或者长大以后这个什么吃饭也好 什么基本上都能卡得住 然后八岁以下的儿童看病是免费的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公司不是给买医疗保险吗 然后去看病是半价吗 对吧 如果是你孩子去的话 那就是免费的 当然药不是免费 药要自己花钱 这个药还很贵 一般的药都在几块钱 十几块钱上下 有的时候你要买两三种药的话 就三四十块钱的很正常 然后对夫妻的这个优惠 就是比如说夫妻中有一方不工作的话 那么另一方他的这个税率也会下降 然后他的补助也会有 比如说我老婆不上班的话 一年的补助大概有个1800欧的也是样子吧 其实还是很很不错的 因为他们这边在这个 上面投入也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羊毛处在羊身上嘛 所以你的工资税会就会比较高的话 整体的税率损下来接近40% 大概是35%的样子吧 你以为这个已经很高了是吧 其实并不是 这在欧洲不是最高的 像德国这些的高福利 我让他们税率更高 像德国包括一些北欧国家 我知道税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你在这边工资挣得多 你相信你叫的这个税率非常高 每次看到这个工资上面扣的税 都是非常心疼的 好最后讲一讲生活 生活这个可能有很多这个朋友 每个都会比较关心 到底生活怎么样 过的累不累啊 是不是 这是我出去玩的时候拍的一些照片 当然这个摄影水平可见一般哈 整体来说国家的一个绿化非常好 印象中口的绿化超过90% 非常非常的这个高 然后左边是我去的一个爱尔兰的一个城堡 因为他这边是跟英国很接近的 当时有很多的城堡 然后这是一个呃 一个当时是公爵还是什么 他们自己建的一个城堡 然后在当时来说的话已经非常好了 但现在你看的话这个城堡 其实非常的差 里边非常的阴暗 然后住宿条件非常的差 我们就去参观了一下 右边是这边出名的这个 他们叫圣帕特里克节 相当于他们的国庆节 然后他们喜欢绿色 所以他们在圣帕特里克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戴绿帽子 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们 并不喜欢戴绿帽子 不过这个是文化差异 所以我就买一点绿帽子给自己戴上 这是我们能出去玩的时候 他有一些地方 就会有一些这个马车 带你在周边绕一圈 这是当地的一个有意思的想法 你去很多城市旅游 他们在当地都有这个马车 这个 都有马车可以坐 这是在那个什么都柏林 就是我我现在所处的城市 是这是首都 就是都柏林它周边的一个 海滩 大家可以看人也很多 接下来就是我的这个装逼时刻 因为很多关注我 我这个朋友圈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来这之后特别喜欢做饭 然后所以我开始装逼 我做的美食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天津人 是吧 所以我做个包子呀 做个煎饼果子呀 什么一点都不意外 对吧 包括那个馄饨什么都很正常 作为一个这个这个贵州人 那么我会做一个这个水煮肉片 或者会做个这个米粉 当然也不是很意外 右下角是我包的馄饨 非常不错 然后这就看就是我们自己包的馄饨 然后我还自己包了这个什么这个 寿司哈 然后给我爸做的小蛋糕 然后因为自己有院子嘛 所以没事还会在家自己烤个肉 啥的 然后 然后右下角是我自己做的这个酸辣粉 发现啊 原来酸辣粉这么简单哈 除了这些还做了一些比如说这边最最最最经典的这个快餐就是炸鸡啊 以前在国内非常不舍着用油哈 在这边发现哎 其实你出去吃一次 这个这个这个钱都买好几桶油了是吧 所以也会自己买油自己家做些炸鸡哈 然后因为这边你很少能吃到凉皮 然后大家看右下角这个凉皮 这个自己家可以蒸凉汁 因为我的锅比较小 所以我蒸那个凉汁其实是比较小的 但是没关系多蒸几张哈 看右上角我做这个鱼子烧 我这边买了一个方的锅 可以在家做这个煎蛋卷哈 也是非常好吃 撒上干蟹酱 我女儿很喜欢吃哈 然后最后再说一说 对整个这个国家包括这个 在这这些生活的这个个人的一些感受吧 就是物质生活 相对来说其实还是这个变好了嘛 这个房子住的大了一些了 然后 其他的这些东西价格相对便宜一些了 比如说你在国内的话 你去看看买 买个什么耐克阿迪 或者买个安大尔摩尔达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贵 或者会会会会 考虑考虑这边的话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东西 然后 然后房子其实相比于国内比较便宜 因为西安价格是在一万多块钱一平 比如说你买了一百平的房子 大概是一百万 这边的话 可能这边一百万买不了什么 但是你想如果这边的房子的话 一百平的话价格也在四百千 四百千 三百二三百二十万的话 如果在北京的话 其实也买不到什么房子 但是三百二十万在这的话 基本来到这个别墅了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有一个缺点 这边人力成本比较高 比如说这边水管工非常的贵 水管工上门先找你收个五六十块钱 然后来了之后只是帮你检查一下 然后告诉你 你需要买一个这个件 然后下次再来吧 下次来之后 这五十块或六十块的上班费 你还要再付一次的话 还要再付一次 然后再付他买点件那个钱 所以整体来说 这样这样这种工种都会比较贵一些 精神生活确实是比较频繁的 这边的KTV也比较少 如果大家就喜欢唱歌的 谁能自己给他唱 这个娱乐全靠这个自娱自乐 所以有人说国外生活 好山好水好无聊 如果你喜欢出去玩的话 其实在这边还不错 因为整个岛的这个绿化 在90%以上 很多地方都是公园 四周围还海 然后想去玩的地方真的非常多 而且另外出国也很方便 因为它地处欧洲嘛 对吧 比如说我在这边玩的楼下 去看看这个英国的风景 有没有问题 买到几票就去了 就让它看法国德国什么的 都很方便就去了 下面就是这个西班牙 很多人都喜欢去西班牙度假 包括意大利 因为那边 一个是气候比较好 比较温暖一些 另外一个是 东西也比较便宜 卡巴东西也比较多一些 然后如果喜欢看电视的话 电视节目也很多 你可以订阅这个 YouTube或Netflix Prime Video 很多的一些美剧 什么的大家都可以看 然后最后说一说歧视吧 很多人可能会对这个歧视比较过程 说出来之后 会不会有人歧视你 阿尔兰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其实他 他应该说是非移民国家 因为他的移民并没有移民 他就是十多年前开始接受一些移民 我印象中跟朋友在聊天 他们有的来的时间比较长 有来的十一二十年 他们说 刚开始来的时候 街上基本都看不到亚洲人 也看不到中国人 年轻的有那么几个的时候 老板都拿着当万兴生物 看说 居然有中国人来这 但最近这几年 但是中国人还是挺多的 所以应说其实 是一点都没有的话 其实还是 不可能吧 还是有一些歧视 但是据我所知 比起其他欧洲国家 比如说德国法国 中国人 是少很多 然后所以歧视对于那些国家 也会少很多 尤其是英国 我知道英国对中国人 歧视是非常严重的 整体接触下来 当地的人 还是比较友好的 在街上的话 经常会有人给你点头 然后给你问好 所以 还是觉得比较友好 当然我也见过很多不友好的人 我甚至还见过一些酒鬼 然后他 看到我之后 先笑呵呵的跟我握手 然后找我 要一些零钱 然后我说我没有零钱 他立马就恶语相像 说你们这些 他用那些很不好的词 然后大概意思就是 你们这些中国人 买车买房 居然没有钱 就买酒喝 然后我就没理他 我就走了 但是这种人其实也 非常少 我只能说这种人 可能哪都有 你见到了不要理他 就好了 然后最后说一说 这个什么工作学习 生活中 那个什么机会 就是这个的人 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 就会歧视你嘛 所以每个人 其实都会有这个 这个频道的机会哈 好 说一些 本来我想起的标题 是负面的东西 但我来发现 其实这也不是负面 这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它好的地方 当然也都有它不好的地方 对吧 就是这边你要看新闻的话 你会看到一些对中国 并不好的一些新闻 但是 因为阿尔兰他本身 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嘛 所以他对中国的报道基本上 但是 其他国家就 并不是有所会有一些 这个负面的新闻 然后另外一个 对这个国家不好的原因 是他整体的这个 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的 这个公共叫做非常硬朵 它道路也比较窄嘛 所以他 上下班的高峰期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硬朵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城市居然没有地铁 在欧洲的主要城市里边 这个杜布林 是唯一的一个 没有地铁的城市了 而且现在没有规划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把地铁建好 市中心的街道 真的是造乱潮 在右边放的这个图 是秋天的时候 我拍的 我们公司门口的街道 因为大家这个落叶这个图 没有人去清理 他们大概会走 一个月的时间 才会 我真的说把街道上 这些东西都会扫一下 所以看起来 并没有像国内那种整个 郊区的话 反对会相对好一些 可能因为郊区人少一些吧 所以街道相对看的 比较干净和整天 然后这边的天气呢 非常差 因为它避暑大西洋嘛 然后它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 这个非常多 所以明年大概有60%的时间 都是阴天 都是下雨 但是它的下雨 或者阴天 并不是说全天都是这样 然后夏天非常好过 因为白天时间特别长 它的维度比较高 白天时间特别长 然后晚上10点才天黑 所以非常适合这个 在夏天的时候 出去做一些这个什么娱乐 可能跟朋友出去喝酒啊什么的 然后有好就有坏嘛 所以到冬天的时候 就会比较郁闷 到下午4点的时候 就开始天黑了 你就会发现 这一天光是这个这个晚上了 然后最后一些这个感受吧 就是来这之后 就觉得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嘛 这边相对简单一些 但是呢 会感觉更单调一些吧 然后生活节奏也不同 这边的节奏相对 这个这个慢一些 比如说 我有朋友在在在 在北京生活的话 就觉得北京的生活比较快 但是我在西安生活的话 我觉得西安的生活比较慢一些 这边也是一样的 生活也都比较慢一些 另外一感受就是 远离家相往 跟父母和朋友都比较远 但是这个时候 就要感谢微信了 可以时刻的和父母视频 还有有的时候 感到有一些无助吧 因为毕竟在这里 远离父母 远离亲日 远离朋友 最后想说的是 这个什么 不管生活在哪里 生活永远都是这个 产品 酱酥茶 对吧 这个都是一样的 都是生活 每天都是这个 回家做饭 都是这样的生活 最后想对大家说的就是 这个这个不管你 生活在哪里 不管你此刻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最近 因为这个 这个肺炎这个疫情 很多人在家里 待了很长时间的话 然后很多人本来不做饭了 现在在家里 变得都快成为这个大厨了是吧 所以想对大家说一件 不管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都要这个 要爱生活享受生活 好吧 好 我们接下来到这个 去晚了一时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有人问我没有囤货 并没有囤货 因为这边 大家 并没有对这个看的很这个 这个严重 有人甚至说 就是一个浮路 就是一个流感 不会那个什么死人 他不会怎么样 所以 大家并没有那么 但是我知道很多中国人去囤货 去超市买了很多 很多大米还有面啊 然后我知道有些朋友在澳洲也开始囤货了哈 看看还有什么 问的问题 一周上几天吧 上五天呢 周一到周五 六点开始囤货 这边大概是八点开始囤货 所以你要是早上八点之前出去 其实还比较好 对 周一说的开车这个问题是啊 对 但这边基本上就就没有大家都会比较前让一些 哦对说说到开车和这个交通规则 再说一点 因为它应联邦国家嘛 遵守应联邦的规则 那边的规则就是 红灯就是红灯 不能执行 不能左转也不能右转 国内的那种规则是遵循美国那种规则 如果是红灯的话 其实你可以右转的 除非右转也是红灯 然后这是一个区别 就在这儿 红灯就是停 然后另外一个是行人的这个绿灯 在国内的话 行人的绿灯和车的绿灯是同一个灯 比如说这绿灯的同一个项 车也可以走行人也可以走 在这边的话是分开的 就是行人是绿灯的时候 那么所有的车 它这个方向也都是红灯 然后呢 你行人可以随意的穿马路 甚至斜的穿过去都无所谓 因为所有的车它们都是红灯 行人是绿灯 那么 当车它们有这个车道是绿灯的时候 那么行人这个道一定就是红灯 这样的好处就是 当你的车子在左转或右转的时候 你不需要看车和行人 因为行人灯一定是红灯 你可以加拿右门的冲过去 球剑的问题比较多哈 这个老外是不是不太会做猪肉 其实也不是 他们一般喜欢吃猪肉的精华部分 比如说要不然做火腿 要不然做这个什么 香肠 要不然就做排骨 像那种像五花肉那种东西 他们一般吃的比较少 他们如果吃五花肉的话 我知道他们用的是那个 做的那个叫啥 脆皮烤五花肉 这个在国内我好像见谁 维度维度好吧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看看 要职业是厨师吗 当然不适合 还是一个这个马农 还是马农 华人工程师有多大比例 看 看公司 我们公司的比例其实非常低 我们公司现在只有五个中国人 然后其中一个是香港人 然后我们公司大概有两百人 所以你看看这个比例大概五个人 比两百个人 但是如果去那个去亚马逊 因为它技术大嘛 所以中国人比较多一些 我知道亚马逊他们 中国人数大概是在个二十多 但是他们的人也比较多 他们大概有两千多人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比例 还是相对偏低的 印度人就就多很多 你看我们公司 印度人大概至少都有二十多 二十多比两百多 比例就非常高了 这个囤货问过了 没有囤啊 不知道能不能看看 哔哩哔哔哔哩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几个娃 还有一个娃 还是一个娃 还是一个娃 然后另外被称为欧洲硅谷 是因为他这个公司多 机会多 并不是说他做的非常非常好 其实他本地的这个IT做的 并不是很好 大多全是靠这个外国的这个公司 有什么问题 自己建房子 自己建房子可以 当然可以自己自己建房子 这个 你要是自己能买一个地 这个地 比如说是个两百千 你也可以自己建房子 再看看这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在GDD 微信上的GDD一群和GDD二群里边 我都在里边 如果大家 这个直播结束之后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 可以继续解答你的问题 然后 我看了看时间 现在已经7点58 算了 还有两分钟啊 看看大家还没有什么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 写到下一位主播 胡健大哥 我跟胡健大哥也是老相识 我们认识 有 我可能 0910年就认识胡健大哥 胡健大哥也是非常有水平的一位 工程师 这个 非常高 大家一会可以期待他的这个 直播 对 建房子确实很贵 不过也看 看 看 看时间吧 我记得12年的时候 这边 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建房子什么 就非常的便宜 因为大家都找不着工作 你给点钱 我都 我都会干 现在是一个经济 迅猛发展的时期 然后飞影就比较高 冬天冷 冬天不老 基本上都是零上几度的样子 出去穿一个薄的羽绒服就够了 这边的姑娘真是大冬天光腿出去 真是佩服 我刚来的时候还穿那个秋裤 穿秋裤 然后被老外同事嘲笑了 说你们居然还穿秋裤啊 总体开发水平跟中国比怎么样 其实整体来比的话 我觉得 如果你考虑本身的那个 他们本地的一些公司的话 其实水平都很一般 但是你要比比大公司 比如像谷歌 Facebook的话 其实水平还是很高的 但是这边本地的IT的一些企业 比如说银行什么的 他们做的其实比较差 比国内做的这个水平差 因为国内毕竟有阿里什么 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大数据的一些经验 什么的 他们这些这个人口比较少 所以经验也好能力也好 还是比国内差很多 时间到了 我今天的一个直播就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我们就交给这个 福建大哥